台湾娘子说故事 周遭朋友都感受得到 连养条狗 也用自己讨厌的人命名 因此 他是乐生有名的 很死神 除了脾气怪异外 何庆星在国民党高压统治时代 就是乐生有名的 台独基本教义派 他常说自己是政治受害者 大哥在228事件中 不幸被外选人开枪打死 这件事 一直是他们家族的痛 不仅影响何庆星日后的政治倾向 当乐生人 涌入一批国民党的阿兵哥后 他这位台湾韩籍和外选蚝啊 共同生活了半世纪 始终挂不出神奇情节和族群意识 带着仇恨过日子 何庆星唯一的朋友 就是他养的几只狗儿 他的家门口围着狗围栏 尽管家里狗味十足 但这里的还算整齐 何庆星让人最诧异的是 他是乐生唯一男性的奢华高手 这顶绝活 似乎跟硬脾气的他连不上线 据说是少年因为疾病的关系 何庆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所以只好跟一堆女病人 在公益所学绣花撞外快 直到疾病重长他的十根手指头 才结束绣花生癌 汉世生的最后一根烟故事成文 您可以在中华希望记忆观望的云库搜寻 或在YouTube频道打上台湾娘子说故事 万般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或许庶命些 但对于乐生人而言 只能自恨枝雅无业 莫怨太阳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